就是問A股 因為最近也有不少ETF 就是和A股掛勾的ETF掛牌 我見到不少評論都看好 明年那個A股的情況 因為大家的邏輯就是說 英美或者歐洲都踏入一個收水的階段 但是內地就有機會是減息去放水的 那會不會說這個就是一個指標 大家能夠看好A股市場呢 首先回答了就是 你看不看好A股春年的走勢 比起環球其他市場 第二就是他給了兩隻ETF來比較 不如先回答A股 是的 我覺得A股下年應該都不會太差 剛剛都提到 一來就今年A股來講 雖然股價整個市場沒有跌得那麼多 但整體來說比美股都還是比較弱 還有都見到近期來講 有很多環球的資金 淨流入方面 在前面就是頭那15隻基金裏面 都有三隻的中國股市的ETF 即是說現在中國股市或者A股方面的ETF 吸金的能力都越來越強 我認同的就是 下年你講歐洲美國 加息機會大 收水 反而就是內地方面 你剛剛提過 會穩定增長 有機會繼續降漲 繼續可能是減息 對於內地股市 可能反而是體震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看回過去10年 內地股市和內地經濟的情況 又不是很一致 很多時候經濟很一般 但政策是偏寬鬆的 很多東西是相對沒有辣得那麼緊 其實對股市來說反而是好事 所以我也覺得是的 如果真的看下年的部署 一些中國股票的ETF 都可以去想一想的 大家要想回 看回究竟現時 還有都要留意著 人民幣方面的情況 因為比較害怕的一個風險 就是如果下年 歐美那邊是收緊貨幣政策 但是內地那邊是放鬆的 人民幣有機會有貶值壓力的 這方面就是其中的風險 是的 那都要留意著 他講了兩個 一個就是2822 一個就是3188 3188就是華夏護身300 2822就是這個南方A50 你有沒有建議給他 其實兩隻都OK 如果你看好A股的話 兩隻應該就不是差很遠 當然3188就相對範圍大一點 他始終涵蓋的成份股比較多一點 反而2822就A50 相對可能金融股的佔比會重一點 可能這就會慢一點 如果整個A股要上 反而金融股一定不會是火車頭 是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是博星 那個幅度來的 就應該3188會大一點 是的 好 這是什麼 這個溫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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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伐